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海德曼先生要来跟我们上课 心里真的是又紧张又兴奋 知道吗 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曾经见过海德曼先生 在他们心里 能够得到海德曼的亲子指点 可是件荣幸的事情 见过 是今年6月份 6月5号的时候 在山东青岛 他是当评委 非常幽默 讲课很亲切 比如说不懂的地方 他就用一些非常易懂的话 就来教我们 没有很深的印象 因为上次他光教了他们 在我教的时候 他只是当做我的评委 您看吧 我们都想着把平时老师教的动作做得再规范点 再漂亮些 我们都想给海德曼先生一个最出色的亮相 海德曼先生来了 他修长的身材 潇洒的风度可真是让我们羡慕啊 训练课上我们一个比一个表现得出色 看得出海德曼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呢 他说呢 他非常高兴看到这儿的孩子在天赋上 身体条件上 并且在舞蹈技术上 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并且他觉得这个老师呢 也做得非常好 老师也教得非常好 他相信中国在将来 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非常的成功 认真看过了我们的训练课后 海德曼一开始给我们讲课了 虽然听不懂他的话 要把翻译告诉我们 但是他的手势 他的眼神 他传递给我们的每一个信息 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要么我们过去是什么呢 通过老师 外教老师到我们专业学校 我们再上去专业学校 再学 到我们那块的已经就是 哎呀 江国警察 几年了这样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教学呢 就是 更直接 对对对 第一手就知道了 就是国际上 将来发展的潮流 老师让我们就是那个 在那个就是 身体的距离非常近一点 深信一点 就都觉得他挺 都觉得他挺认真 挺幽默 希望他每天都来教我们 好 看来这收获还真不小啊 可真是乐坏的小家伙们 艺术无国界哈 那么在这里呢 让我们预祝咱们的小舞者们 好好跳舞 争取长大后呢 咱也跳到中国国家队去 好 这边 咱也跳到中国国家队去